五岁女童遗遭母亲友人虐打 炉内出血插管抢救 监视器画面看见女子抱着动也不动的女童送医 女童脚步及手部多处瘀青 而且有炉内出血状况 转用后经插管治疗 暂时无生命危险 事情发生在南投路骨 五岁女童有母亲托付给黄姓友人管教 时日晚间女童被紧急送医 黄女公称女童是自己跌倒直到院方说要报警处理 让黄女吓得说有打小孩 你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小朋友是怎么跌倒的 黄女向警方公称前一晚女童调皮拿棍子药管教时女童反抗 黄女手一挥造成女童往后跌倒头部撞地 女童母亲则认为是意外不对黄女提告 详细事发经过还有待调查理清 地方中心综合报导 连 greet 散 Khan 小费 明天 无